魅竹和小米这两个名词只要放在一起 从来都是充满了火药味的 因为两家公司有太多相似之处了 同样是国产热门品牌 同样是手机行业中的后起之秀 同样拥有自己的网络生态和粉丝群体 同样在产品上倾注了自己独有的文化 每年新品发布的时间也大体相同 甚至在价位上也同样属于2000元档 在国产手机市场中可以说是其逢对手 但是两家公司在价值观念和形式态度上 虽然说不上是背道而驰 却又是风格迥异的 这正是我们所好奇的 所以本次就请跟随我们风潮评测史 来对他们的各自最新一代产品 MX3和小米3进行一番详细的对比 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手机 首先来说一说MX3和小米3在外观上 与他们各自的前代产品有什么区别 先来看一看魅族 MX3对比MX2最明显直观的变化 就是屏幕增大厚度减小 相比MX210.1毫米的厚度降低到了9.1毫米 虽然仅仅薄了1毫米 但世界上全新的弧度设计 视觉上要显得铅薄许多 背部则去掉了MX2的双料注数工艺 所以没有MX2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另外机身金属边框隔断处由MX2的一处 变成了MX3的三处 能更大程度上的减少闭合金属圈 对信号的屏蔽作用 增强手机信号 并且放置在手机底部更为隐蔽和美观 然后MX3依旧采用了可拆卸后盖的设计 可拆卸后盖的唯一用处依旧是更换SIM卡 我们一直还是无法理解这样的设计 觉得比较画舌天竺 最后魅族为了继续未免全球最窄边框的称号 又进一步把MX3的边框压缩到了2.9毫米 经过我们的实际测量 这个数值是包含了屏幕黑边的数据 确实是上市手机中最窄的 总的来说 MX3大体延续了MX系列的家族血统 外观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 但比MX2要打磨得更为细致 再来看看小米 小米3的外观可以说是小米公司的一次大跃进 从米2到米3是从没有设计 就是最好的设计到终于复制了设计 至于这种设计好不好看 那就是1000个观众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了 就我个人而言是不太喜欢的 因为第一感觉就是5寸屏幕的手机 能做到如此之巨大 实在有些让人惊讶 不单只是体积大 而且额头高下巴大 屏幕边框出 这些都不太符合时下的大众审美 当然小米3的外观也不是一无是处 比如底部的功能键加入了背光灯 吸屏时整机一体化效果更强 另外由米2的可拆卸设计变成了一体化设计 使得机身更为鲜薄 达到了8.1毫米 很不走运的是 大部分人第一眼看到小米3 都会觉得风格跟诺基亚的Lumia系列很像 我们手头上正好有一台Lumia 920 可以来对比一下 可以看到小米3从侧边按键到接口的排布等等 都跟Lumia系列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过正面则比Lumia更为硬朗 机身也更为鲜薄 我们试着安装一个仿WP8的启动器 在小米3身上之后 看上去竟然毫无违和感 所以甚至有网友调侃到 小米帮大家实现了诺基亚用上安卓的愿望 接下来就轮到小米3和MX3赤裸对阵了 与小米2和MX2以兄弟相称不同 这两者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设计风格 小米3棱角分明的柱状体 在视觉上会比圆润的MX3要强眼一些 另外小米3的侧面采用了半圆周设计 而MX3则采用了弧度设计 因此尽管小米3在参数上要更薄一些 但视觉上反而会觉得MX3更薄 另外小米3的背部采用了不规则排布 设想头背安排在了左上角 而魅族则延续了以往的轴对称设计 此外小米3的背面呈现平面 而MX3则为弧形 所以MX3的握感会更佳 最后小米3因为个头更大 重心靠前 尽管二者的重量相当 让小米的手感会更沉一些 图有光纤的外表还不够 系统才是一台手机的灵魂 从解锁界面开始 Flyme采用了上滑解锁 而MUI则采用了下滑解锁 从这一点来看两个系统的设计逻辑 截然相仿的情况就已经可见一般了 解锁后先来看看用户界面 魅族全新的Flyme 3.0 顺应潮流将所有的图标都扁平化了 但许多第三方应用图标 并没有来得及跟上这股扁平化潮流 而魅族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的解决方案 任由这些第三方应用图标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所以在视觉上会有较强的违和感 MUI方面自V5版本发布以来 喊着打造完美图标的口号的MUI V5 就在图标不同意的问题上 给出了较好的解决方案 既为大部分的热门应用重新绘制了图标 而冷门应用则通过智能识别图标颜色 添加底板和萌板的颜色 使图标与系统的风格保持一致 这种整齐画意的显示效果 还是很讨人喜欢的 其实就系统风格方面来讲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扁平化设计的 首先扁平化在视觉上给人一种轻量级的感觉 不会因为复杂构图的图标而产生视觉疲劳 再者扁平化图标更强调内容 突出重点还原事物的本质 比起你物化图标 能最大程度上的降低识别障碍的发生 比如当我养成视觉习惯之后 想寻找文档这个应用 在Flyme桌面下 凭借印象就会自然趋向于寻找黄色的图标 缩小了搜索范围 无形中提高了效率 你物化图标各有特点 并不容易快速辨析 再来看一看两个系统在交互方面各有什么长处 Flyme给人的感觉是化繁为简 系统不断的做剪法 砍去了一些多余的东西 再缩短一些操作 希望让用户能在更少的动作下实现更多的操作 而在MX2中双击Home键只能点亮屏幕 魅族似乎认为这样还不够便捷 于是在MX3中改成了按住Home键向上滑动 既可以同时实现亮屏和解锁 另外在MX2中呼出任务管理器的方式是双击Home键 而在MX3中则直接在Home键旁边的区域向屏幕内滑动 即可以调出任务管理器 另外Flyme 3.0还在更多的小细节中体现出了人性化 比如进入设置菜单中右边的选项卡默认是上下居中并且处于收起的状态的 当手指够不着时则可以将选项卡拉出至占屏幕更多的比例 十分方便单手的操作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小米的MIUI 用过的朋友都知道 MIUI是一个向第三方厂商开放的系统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定义选项非常丰富 系统内随处可见各种设置以及快捷开关 并且MIUI更新频繁 开发组会根据米粉提交的意见不断对系统进行细节调整 相比于魅族专座位没有打造的系统 MIUI以用户为主的理念更为开放 MIUI还对用户开放了数量庞大的更新主题市场 总而言之 MIUI不但是一个强调发烧的系统 更是一个强调个性文化的系统 最大程度上的满足了中国用户的玩机需求 因此两个系统相比之下 魅族Flyme 3.0的主要优势在于集中为大屏幕做了优化 大量的新增手势操作便于单手使用 MX3的5.1英寸屏幕使用感受就和4.5英寸差不多 而MIUI则更多的考虑的是通用性 由于可移植的特点 早已运行在横跨3.5英寸至6英寸的大量不同型号的设备中 缺乏对大屏幕手机做专门的优化 小米3的5英寸屏幕单手使用起来并不容易 屏幕上 魅族和小米都采用了目前市面上比较卓热的屏幕 均为全贴合玻璃技术 参数上来说 MX3的屏幕分辨率11800x1080比较奇葩 不过暂时没有发现应用适配不正常的情况 而小米3则采用了通用的1920x1080分辨率 经过我的直观感受 二者在显示效果上都堪称上层 色彩还原度和对比度表现正常 在正常色温下 小米3的屏幕偏暖 但支持屏幕色温调节 而MX3则偏冷并且不支持调节 另外小米3的屏幕支持超灵敏触控技术 即使冬天戴着手套也能正常操作 而MX3的屏幕则没有这项功能 配置方面 我们手头上这台移动版的小米3 搭载了英伟达的Tegra 4处理器 魅族MX3搭载的则是老牌合作伙伴 三星的猎户座5410处理器 运行内存方面 二者均采用了2GB RAM 均搭载了1080p分辨率的屏幕 两台手机都可以说是 目前安卓阵营中的顶级配置 我们先采用经典的极品飞车17来做测试 极品飞车17这款游戏在优化上相对成熟 稳定性也比较好 所以测试的话这样的游戏是首选 测试的前提是小米3打开性能模式 MX3也维持系统默认设置 游戏过程中特效全开 可以看到两台手机 在游戏过程中流畅度相当 并没有明显的卡顿 细节表现力也比较给力 除了偶尔在复杂的情况下 有轻微的调增以外 从视觉上看 两台手机并没有明显的差距 然后再来测试 另外一款刚刚发布不久的大型游戏 狂野飙车吧 在开启了最高画质之后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小米3玩起来几乎没有卡顿 而魅族MX3则有轻微的调增 不过差距不是太明显 鉴于MX3身上这颗最新的猎户座处理器 不应该出现性能不过用的情况 我们这里猜测可能是由于手机固件 还停留在工程测试阶段 优化还不到位 或者游戏本身跟GPU的兼容性还存在问题 不过从本环节的游戏测试来讲 小米3还是没有愧对它未发烧而生的称号 在两个游戏中都取得了最佳的表现力 另外在游戏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两台手机的扬声器位置设计 都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遮挡 正常使用情况下 小米3和MX3的发热控制都做得比较好 轻度使用并没有明显的发热现象 重度使用的话 小米3和MX3的温度都会超过40度 拿在手里都会有明显的烫手感 并且小米3的最高温度会比MX3要高一些 这也可能是Tegra 4处理器确实过于强劲的原因 最航方面 本次小米3采用了一款3000L50mAh的大电池 而魅族则采用了一款2400mAh的索尼锂电池 两者相对于他们各自的前座在续航上都有所提升 从测试结果来看 魅族MX3和小米3的功耗控制旗鼓相当 各环节耗电百分比相差不大 鉴于MX3采用了比小米3容量要小五分之一的电池 因此可以看得出MX3在功耗控制方面还是要更优秀一些 大家好 这里是风潮评测试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小米3和MX3在潮杂环境下的通话质量 现在位于我身边的是一个喷泉 所以现场的噪音还是非常大的 这里是风潮评测试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小米3在潮杂环境下的通话质量 对面的小伙伴你听清楚了吗 这里是风潮评测试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魅族MX3在潮杂环境下的通话质量 对面的小伙伴你听清楚了吗 硬件方面小米3采用了1300万像素光圈2.2的索尼对战式镜头 而魅族MX3则采用了800万像素光圈2.0 同样是索尼出品的被造式摄像头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小米3还率先在手机上支持了RAW相片格式保存 RAW的意思就是未经加工 可以理解为RAW图像就是CMOS或者CCD图像感应器 将捕捉到的光源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的原始数据 RAW文件是一种记录了数码相机传感器的原始信息 同时记录了由相机所拍摄的产生的所有原始数据的文件 RAW是未经处理也未经压缩的格式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数字底片 方便一些摄影爱好者进行后期的处理 相比之下魅族则提供了大部分常见的相机功能 并且支持实时滤镜和每秒20张连拍 魅族和小米这两家企业 虽然在规模以及产品线的丰富程度上 甚至资金实力上都不能和国内的一线厂商相提并论 但是他们的产品理念和模式 却可以说是代表了本土手机企业的未来 在本次对比中 小米和魅族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特点 各有各的优势 不能简单的论谁输谁赢 总的来说小米的优势就是发烧级的性能加上强大的个性化 更适合性能发烧友和喜好个性定制的消费者 魅族的优势则是外观工艺以及系统的人性化 也就是说如果您是性能控或者崇尚个性化 则小米3是个很好的选择 而如果您是实用主义者 并且对手机的质感做工有一定的要求 则魅族MX3更适合您 好了 那本期我们风潮评测时为您带来的评测就到这里 也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站 3w.android.cn 关注更多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